那除了馬飛以外呢 剛剛中醫師有跟我們介紹所謂的介入性的 像神經阻斷等等破壞 那是不是請中醫師更詳細跟我們講一下這個內容 好 神經阻斷它的原理大約是用以物理或是化學的方式 把達到這個疼痛的神經去做一些破壞或是戰性的阻斷 那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一旦介入之後 也許是可以打破這個疼痛的循環 是 除了這個神經阻斷術可以應用在很多地方 我們大概會應用就是體神經跟內臟神經 那在癌症方面它們藥物方面會比較不好 有些附中的比較多 以及說效果不是很好就是內臟疼痛 那內臟疼痛我們在介入性治療方面 我們可能都會使用像這些交感神經結的一些消融術 它的意思是我們可能就是用一些像一些比較特別的藥物 例如說酒精去針對這些地方去做一些破壞 讓這個神經的疼痛讓它中止掉 那我們通常我們會看一些實例 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是我們在X光底下一個導引 做出來的一個影像 我們可以發現我們使用的這樣子的針導針 我們把它放到適當的位置 像這個就是一個上下腹神經蟲的一個位置 我們在到達這個地方之後給予這些破壞性的藥物 可以這樣中斷這樣疼痛的一個路徑 這個是內臟神經方面 那體神經方面我們會看到 其實不少無論是肺癌或是乳癌都會合併的一些脊椎骨的轉移 一旦轉移之後它也許這結構破壞之後它就會壓 我們說Bunky就會壓住這個小面關節或是一些神經根 這樣就會有一些症狀出來 那像在我們通常這樣的病人 除了化學性之後我們會用物理性的 例如說我們有一個高頻熱的這樣的電針 我們可以把它放到這個小面關節掌管的這種內側分支神經上面去 就可以得到蠻好的指段效果這樣子